粉色西裝、白色長褲、親切與影迷合照 以遊戲夯片全球的李正仔現身法國第75屆砍成影展 粉絲看到熟悉身影趕緊追上去 李正仔也親切點頭感謝支持 其實在這之前還沒就捕捉到李正仔在當地時間時 包括上午抵達法國尼斯機場時 就有一大批粉絲在外等候 大家一哄而上要簽名 他也有求必應 走進戲院準備觀賞首映 因為李正仔這回會出席 就是因為自編自導自演的諜報片Hunt 入選其中一個單元 好友鄭宇盛一部容辭跨到演出 兩人睽違22年同台標戲 飾演精英情報員 而本屆砍成影展大亮點 還有阿堂哥 帶著捍衛戰士獨行俠到歐洲首映 等走紅毯時還有法國巡邏兵飛行表演 被問到電影有沒有機會上串流平台播出 湯姆克魯斯給出答案強調永遠不會發生 因為與戲院老闆們已經共度一段艱難時光 湯姆克魯斯也登上大師講堂 分享自己與電影的關係 即便現在全球無人不知無人不少 但他還是把片場當學校持續吸收跟學習 鼓舞現場觀眾 TVBS新聞黃冠偉 徐運天台被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